因一起調整的中原節的活動 像是松山慈祐公 普渡部開放外界贊普 而龍甲龍山寺 推出代辦普渡活動 大龍棟保安宮的儀式 造就執行人流管制措施 像是室內五十人 十萬一百人 避免群聚 冰乾飲料 滿桌共品工作人員 趕緊佈置場地 為普渡做好準備 在大龍棟保安宮 搭起棚架 依舊傳統現場 也有神船戰甲的直渣大師爺 稱為震殺要走 一早八點半就開始進行法會 法師帶領送金面縫 因為疫情不少普渡 縮小規模版 而保安宮已是正常 但也早備好防疫普渡規劃 市內五十個人的話 我們也不會超過 四萬一百個人 在我們對面庭園 也不會超過 疫情能夠趨緩 有水有電 所以我們特別做一個 感恩的法會 農曆七月十一號開始 一連六天舉辦中原活動 疫情趨緩之下 今年更增加三天 感恩法會 籌謝神明保佑 除了控管室內五十人 十萬一百人 還設置機器 狼體溫 甚至有民眾趁著人潮 比較少的時候來拜拜 現在是有一點改變了 就普渡的話 我們都參加廟禮了 大部分都是八九點來 五百塊給他們普渡 給他們處理 我們就來這裡拜拜就好 除了大龍棟保安宮 活動照常辦 龍山寺首次推出代辦普渡 民眾只要報名交費 共品可以宅配到家 或是捐給弱勢團體 台北松山慈祐公 超度法會停辦 贊普也不對外開放 各宮廟紛紛縮減人數 或是改為線上舉辦 祈求神明保佑 祭拜好兄弟之餘 防疫同樣不能鬆 記者林世環 黃雲廷SN小組 採訪報導